首先,讓我們邀請到Intel為我們解析 在Intel平台上開發優化的Microsoft Windows 8應用 歡迎Intel上台演講,謝謝 大家好,我是Intel的Kerry 我主要的工作是在協助 軟體開發商導入我們Intel的一些技術 協助他們在應用程式優化之後 能夠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能夠有更加的performance 然後更省電的usage 那今天我來這邊要講的主題就是 要怎麼樣能夠在我們的平台上面開發 優化過後的Windows 8應用程式 那這一頁是我們的一些聲明 那這是一定要放的 所以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Intel跟Microsoft的合作 已經超過30年以上 那在左邊我們可以看到Intel的平台不斷的演進 那右邊一樣 Windows從Windows 1.0到現在的Windows 8 也是一直不斷的演進 那Intel的Play Phone在不斷的創新的過程中 我們的performance也是一直的越來越好 我們CPU的效能也是越來越佳 那在後續的動作 大家可以知道在Centrino之後 我們Intel把所有有線的技術 把它轉換成到無線的技術 那藉由這樣子的轉移之後 大家開始對於網路的消費習慣也有所改變 那現在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你們在消費的時候 可能都是不去外面買 而直接在網路上面去做購物的動作 那你在網路上購物 非常容易就會有各自外洩的一些情形發生 所以Intel在各自 在防止說你在網路的運作當中 會有無形中把你的個人資料外洩的動作 有做了硬體上面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叫做IPT 那它可以協助你防止你在登錄網域的時候 你的密碼被人家倒走 那另外現在我們的裝置也越來越輕薄了 你的Tablet甚至到後續之後 會發展出來的Outra Book 都是非常輕薄 所以你的器材放在桌上很容易 就有可能會被人家偷走 所以Intel也有發展另外一個技術叫做Anti-Thipped 那這是一個嚇阻性的一個技術 因為你貼在你的機器上之後 人家就不會想要來偷你的機器 為什麼不會想要來偷 因為Intel的技術是 你的機器如果有這樣的技術在裡面 你的機器被偷走之後 它是沒有辦法去使用的 整台機器就類似大家講的 像iPhone一樣變成磚塊一樣 它沒有辦法去做使用 那在後續的動作 在企業裡面最常看到的 其實就是我要去管理 IT需要去管理大量的電腦 那在管理大量電腦的時候 以前的話我需要去跑 每一個地方都要去跟它約時間 我要去update你的OS update你的application 可是現在我們有AMT的技術 那你可以透過IT那邊 有一個中央管理的機制 就可以一次update所有的device 最後是大家其實最熟悉的 其實就是capability 也是大家最想要得到的 就是我在Windows不斷的更新 從Windows7到Windows8 我的platform不斷的一直更新 從Code2到Code3到下一代的Gen3 那我們一直不斷更新之後 我之前在Windows7上面 能夠應用的application 到底還能不能再繼續應用 那我想大家應該從一直以來 從XP Win7到現在 大家都了解其實你大部分的application 在前一代到下一代 其實都可以繼續的使用 那這就是兼容性其實在 Intel跟Microsoft是一直強調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一頁的話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大概全球流通的PC 大概有12.5億台 那目前有大概6億套的Windows7的license 在市面上流通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預計 未來的12個月會有再賣超過4億台的PC 所以大家可能在前一陣子都會覺得說 PC是不是死了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買tablet 可是大家沒有想到tablet是最近 因為別家公司發展出一個東西來之後 大家一直拚著面去買 所以它幾乎可以說是從0到0的狀況下 你會發現它是爆炸性的成長 可是到現在其實它已經也是變成一個穩定性的成長 那我們可以看到PC其實它並沒有死 你可以看到它在這樣子長時間的發展下來 它還是會有一個很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代表說未來在PC這個市場 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商機 所以各位代表千萬不要忽略掉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寫到 每天大概有一個million的device在賣出去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一下消費者他們的環境目前是怎樣 每一個消費者他使用的習性都不同 有的人他會想要用tablet 有的人會想要用 我要效能比較高 可是我要他能夠輕薄 類似我們未來要發展的ultrabook 那Intel提供了各種不同的phone factor 你可以有tablet 你可以有all-in-one 你可以有ultrabook 所以消費者可以根據我自己的喜好去做我要的選擇 那右邊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有人調查的一個資訊 可以顯示出來說 目前使用tablet的人 他其實最想要的OS到底是什麼 可以看到大家應該覺得說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大家其實想要的是Windows 可能很多人會懷疑說為什麼不是這個 因為大家可能用剛剛我說的那個OS的話 可以發現它有些工 有些你想要做商務的動作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其實大家心裡最想要的是Windows的 那綜合上面的話我們可以結合一個總結就是說 Intel提供了各種不同的phone factor 讓你去做選擇 那消費者他其實最想要的OS是Windows的OS 那Windows在Windows 8 他又做了讓他有一個活化的動作 有一個重新的創新 就是Windows的Metro出來 所以綜合這三個東西起來 其實這會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對於各個開發者來說或是各家公司來說 那在這一頁的話我們提到Intel的優勢 那Intel其實經驗已經非常久 那大家有使用Intel的Playphone也都知道 我們很在意的就是我們整體的性能 那Intel有提供非常多的軟體套件工具 可以讓你的可以讓你用來分析你的應用程式 進而找到你想要去優化的部分 讓他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面跑得更好 那第二個兼容性跟一致性 剛剛有提到兼容性的部分 這邊有另外一個兼容性就是說 Windows 8他現在提有兩個模式 一個叫Desktop模式 一個叫Metro模式 這樣的模式現在能夠跑起來 就在IA的平台上 所以只有IA有這樣子的兩個模式在裡面 那你從以前你可能在用Windows 7的時候 甚至舊的平台的時候 你可能公司買了很多的 印表機 Webcam 你帶Windows 8出來的時候 你用上去 其實裝上去之後 其實你的硬體都是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不會有問題 那再下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安全跟保護 其實對於現在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一直外洩 就像之前機器拿去送修 就有一堆東西發布到網路上 所以會有非常多人 越來越在意我要有更好的保護能力 我在網路上面去購物的時候 我不要擔心說 我在購物還要想說 我電腦裡面有沒有木馬程式 會不會把我的資料外洩出去 那Intel提供像我剛剛講的那幾個技術 能夠協助你保護你個人資料 及個人的財產 那在這邊我們提到就是 IA的兼容性可以為消費者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說 我的application可以讓所有原本 就已經存在的X86的application 你Windows 7的application 你不會因為到Windows 8 所有的application都不能再使用 那你剛剛 你之前已經買過的一些周邊的設備 也是都可以去使用 最後就是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原本以前在Windows 7的環境底下 我習慣去哪邊去下載我的application 哪邊去下載我的一些其他的resource 我都可以直接在同樣的地方還是可以去做 這樣子去下載我要的installation file 那這邊可以提到 在對於消費者來說 它其實還有大約超過400萬的application 是可以繼續在Windows 8上面去使用的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是兼容性對於消費者的一些幫助 那目前提到的就是兼容性對於企業的一些幫助 我相信各個企業裡面都會有一些標準的一些企業的solution 類似像Oracle、SAPP這些大型的商業軟體 或者是說各個公司可能內部會導入一些自動化的應用程式 是自己開發公司自己開發的 那如果我今天因為我upgrade到Windows 8的時候 我這些東西都不能再使用 我等於是需要再額外做第二次的投資 才能夠讓我的這些應用程式可以在Windows 8上面跑 可是現在因為有兼容性 你所有的application 你可以繼續的在Windows 8的DesktopMode上面去跑 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IT人員可能都會很在意的 就是我要管理公司這麼多電腦 我如果升級上去 我整個FM要重新建立 我的Domain Join到底能不能用 我Group Policy是不是能用 我一些商 對於公司不同階級的人 不同可能我有Intel 我有正式的員工 我能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我需要有一些設定的模式 到底能不能繼續使用 那在Windows 8還是一樣 你可以繼續使用 像Domain Join跟Group Policy 也是只有在IA的平台上面才會有 那第三個就是說 目前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商業軟體在市面上 你可以針對你自己的需求去購買 已經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樣不同的軟體在市面上流通 所以綜合上面所說的就是 我很熟悉的一些軟體 Microsoft提供的像Office Excel 一些其他 甚至其他的一些Office提供的商務軟體 我都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那我目前自己公司已經開發過的 或已經買的軟體 我也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Intel的Capability的部分就是幫助我們的 可以保護我們的投資 可以是不會白費 不會因為我要換一下 換另外一個OS的時候 我就要去花更多的錢 才去重新的購買一次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個圖的部分 我們看到左邊的是Power Optimized的 右邊是Performance Optimized的 所以這代表是說 我在Tablet的地方 我可能不太需要到 我的Performance要到非常非常自豪 但是我希望它能夠是整天使用 至少超過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以上的使用 可是All-in-One 我可能就會要求 它是Performance非常好的 因為我需要它可能在幫我處理 非常困難的軟體 那些軟體可能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Intel也有提供 我們可以在左邊可以看到 我有根據不同的Playform 提供不同的CPU 可以讓你去選擇 讓OEM去選擇 我要把它放在哪一個 哪一個Form Factor裡面 例如說 我可以把Atom的CPU 把它放到Tablet裡面 但是其實 這個最終還是看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消費市場 以及OEM它到底是不是有覺得說 我有什麼樣的策略 我想要推出其他不一樣的產品 類似說 我的Tablet 我就是要強調高效能 那我可以把我的i3 i5的chipset 放進去裡面 那剛剛提了一些 Intel的一些歷史 跟它提供的一些優點 現在我要來講一下 大概就是Windows 8的部分 那我想大概 大部分人應該都非常了解 Windows 8 可是為了避免有人不太了解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在Windows 8裡面最大的不同就是 以前我們只有Desktop Mode 現在多了一個Metro Style 那Metro Style它希望你做的事情就是 我希望能夠是Touch First 我希望你的Application都是Touch Friendly的 我的User是可以不用用到Keyboard Mouse 來去做輸入的動作 那在這個Metro Style裡面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 Microsoft他們講的是磚 那如果你是Metro Style的話 你是可以做成一個是動態磚的 它可以隨時去update一些 我想要讓User在第一時間就先看到一些資訊 類似說天氣的application我可以有 我加了三個地區的天氣 可是我不用點開application 我就可以看到三個地方的天氣在這邊一直跑 那你在Desktop Mode的地方 一樣可以有icon在這裡面 可是它會像這樣子是一個實的 不會有任何update的icon 那你可以藉由Metro Style的這個start page 去把你Desktop的application launch起來 它會把它切回到Desktop Mode之後 再把application launch起來 那Desktop Style的話其實大家都可以非常了解 就是跟Windows 7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 你習慣用的X86 application 或者是你習慣用的分析軟體開發的工具 都可以繼續在上面使用 那它希望你設計出來的操作介面會是 像我們原始的這樣子的操作模式 那它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子設計 是因為你在這一個地方 它建議你是用一些 你的application應該都是比較複雜性的 像是類似Photoshop 或者是說DVD的一些editing的軟體 那它可能會需要到很多 你要去調整很多的功能 你要去加很多的effects 才能夠去做得到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在Desktop Mode的地方 它會希望你是提供一個更精細的一個 操作的模式的介面 那這個架構我想大家也都非常了解 那我有兩個地方要去強調的是說 第一個是Desktop的application跟Metro style的application 兩個是完全獨立的 所以它們兩個之間要去互相溝通是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但我想之後的Session會有人提到一些東西 可是那並不是Microsoft所允許的東西 那基本上它是兩個是獨立的 那要怎麼去做溝通呢 我在後面有一張slide會去講 那另外一點我想要提到就是說 在Metro style裡面 因為它有 它為了要增進它的security 跟它的battery life 所以它在這邊加了一個框架 所以你要扣進去底層的所有的driver 你都要透過它的Wing RT的 framework把它扣進去 所以相對之下 你的application能夠控制到 你硬體的一些功能 是相對於是受局限的 因為它被你的framework 已經包過一次了 所以如果你要開發一些比較heavy 就是要確定要用到底層的一些功能 像是我要增加我的performance 我需要用到你的GPU 然後我要用到你的media的一些 你GPU提供的一些media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邊來去寫這樣的application 然後扣進去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 就是說假設你開發camera的application camera的application在Metro裡面 它是要透過 這邊有什麼 它是要透過一個像device app的一個東西 你的application要先透過devic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再扣 透過底下的一個叫做driverMFT的一個foundation 再往下扣到driver去 你才能去真正access到camera提供給你的一些feature 可是在desktop mode 我就可以直接access到driver那邊的 我硬體提供的一些feature 那這一頁有要提出來的一個點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認為metro的application其實就是 只能for touch 我keyboard mouse不能用 那我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就是for keyboard跟mouse 我的touch是不能用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像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 fully access到你的底層的一些技術的話 你可以開發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可是你可能會想說 我這個application 又希望是可以讓它用touch來操作 我是可以用手指頭來操作 那你也一樣可以把它開發的非常touch friendly 那相對之下 你metro的application也是一樣 我雖然主要是用手指頭 我用touch來操作的 可是我一樣可以用keyboard mouse來去做 做控制的動作 這邊的話可以請大家猜猜看 大家覺得哪一個是metro的application 哪個是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OK 我想第一眼大家可能還要看一下才知道 可是我想大家都開發程式非常久 我可以從這邊第一眼可以先去看到 可是其實這裡是有辦法可以拿掉的 那我可以先從這邊去知道說 OK 這是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我可以從這邊知道說 OK 因為這是一個metro mode的standard option menu 所以我可以知道這是metro的application 可是這邊要提到就是說 我在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我一樣可以讓它開發的像metro的application一樣 它是touch friendly的 那我又可以讓我的application 可以運用到更多我硬體的resource 而不會受到Windows RT的限制 那剛剛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metro跟desktop mode兩邊是獨立的兩個環境 所以它們兩邊要溝通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一個機制就是cloud 那這邊我們舉一個例子就是 Macafi的application 因為大家也曉得metroapplication你只要把它移動到背景之後 它就進入suspect mode 那我的掃讀軟體我不可能 因為它移到後面我就變suspect 那我的device就沒有辦法被保護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模式 就是我在desktop mode提供一個full version的 我做的功能是全面性的 全面都有的 那我可以在我掃讀 假設我有排程掃描 我掃描之後我可以把我的目前device的狀況 我就透過cloud把它傳到cloud上面去 那cloud可以透過不同的機制 我可以用push回去的 或是說我用pull的方式 去get到我目前系統上面的information 然後我就可以做一個最初步的information的更新在這邊 所以我如果是user 我進去走頁一看到這邊我就可以看到說 我是不是掃讀軟體有掃到我中讀了 或是說現在是不是有什麼一些新的information update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透過雲端來讓兩個 兩個desktop mode跟metro mode兩邊去做一個溝通 ok那這邊可以看到是如果就是我是developer 就像各位一樣 我如果要去開發application的時候 我需要去考量什麼 當然以前很簡單我就desktop mode 所以我只要考量我要用什麼language 我要怎麼去寫它 那現在的話你可能要考量幾個 就是我的application需要經過認證 才能夠上傳到microsoft的 還有microsoft的它的revenue sharing 是不是我能夠接受的 但我想這兩點大家應該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有其他的OS也都是這樣用 它可以確保一些安全性的議題 這是ok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麻煩就是說 我的application 假設我已經有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我可能之前寫是用Java寫的 或是用Fortune寫的 那我這個application我想要轉移到metro的話 因為metro沒有support這樣的language 我勢必得要重新的完整的去重新編寫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寫的application在desktop mode 是像Cshop一樣 你可以用Java去編輯它 WPF這樣去編輯它寫出來 可是你轉移到metro裡面的時候 你還是得需要去做 對UI的部分還是得需要去做很大幅的改變 那如果是desktop mode的話來說 我目前我可以考量就是 現在已經有那麼多的desktop application 我到底該怎麼樣去讓我的desktop application 可以更突出 那就可以利用 可能說你可以針對某個平台去優化 可以讓你的application跑得更好 那另外就是 這應該算是desktop的優點 因為大家在這個環境已經開發了非常久 我可以有最少的learning curve 我可以去馬上的去開發出application 那相對於來說 你metro可能就要去學習的時間 可能就會相對於來講會比較的多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有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我是不是可以去想 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user interface 把它變成是touch friendly的 我的application如果在這樣 在Windows 8上面 如果有人用tablet的話 是不是更方便來操作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的發布我的安裝檔 或是說應用程式的方式 是透過傳統的模式 可能我放在官方網站 或是我放在某一個地方 讓人家去下載 但是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就是intel的application 那intelapplication 其實就像Microsoft的application store 其實是一樣 Windows的application store是一樣 只是Windows的application store 它只賣metro mode的application 那在intelapplication裡面 它是賣desktop的application 所以如果各位有開發application 其實可以放到appup上面去 它會幫協助你有更多的通路去 銷售你的應用程式 那剛剛講那麼多 今天如果是developer 我到底有幾種選擇 可以去開發Windows 8的application 第一個就是 我可以去開發一個 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那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它會在metro的start page裡面 產生出一個static的tile 所以你如果要去把這個 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launch起來 你只要去點那static的tile 它會自己幫你轉移到Desktop mode 把那個application launch起來 第二個是說 我有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可是我不想要轉移到metro 但是我可能需要更多的 硬體的performance的資源 所以我選擇去optimize 我Desktop的application 就像Angry Bird在Windows上面 它是有去做optimize的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今天application 我可能在metro裡面提供的是 一個live version的application 那我在裡面能夠做的事情 是比較少 就像這邊的photoshop一樣 我在裡面 在metro裡面可能有 只有幾個macro 我是可以按了之後 它可能做一些簡單的變色 可是如果我要針對細部 某一個區塊 然後我要去把它做一些特殊的效果 我可能就要轉移到Desktop mode 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Desktop mode才去提供一個 Full version的application 那第四個其實跟第三個是一樣 只是差別就是說 他們兩個之間有沒有溝通 到底是不是透過Cloud來做一個溝通 那第五個就是說 我自己還沒有 目前沒有寫過任何的application 可是我有一個想法 那我就可以去選擇說 我到底要開發 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還是metro mode的application 像這邊它就開發一個 Weather的metro mode的application 那最後一個是 我把我整個Desktop mode的application 完完真正的轉移到WinRT上面去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有application 是這樣子去使用的 這樣子去做的 所以如果有什麼新的update的話 如果各位有知道也可以跟我說 OK 那在Intel IA的架構上 我們可以提供怎麼樣的 Differentiation呢 第一點就是 Windows 8的Desktop mode跟Metro mode 只有在IA的平台上面有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Differentiation 那有了這樣的平台 你要用雲端去做兩方面的溝通的時候 也是只有在這平台上面才會有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可以針對我的application 可能需要更多的performance 我可以針對 固定的平台 特有的平台 就像IA的平台去做optimize 那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重點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一旦compile for IA之後 你可以運用到IA unique的feature 可是如果你要讓它run在別的平台上面是不可能 它只能run在IA的平台上 所以你有可能要maintain兩套code 所以這是最大的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在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code它可以提供的一些unique的feature 像第一個 Smart Connect Technology 其實就是Windows常提到的Connect Standby 那你的application 你的機器 在Sleeper的狀態下 你的application可以持續的繼續接收一些 從Wi-Fi傳進來的一些update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的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 它是可以讓你的硬碟 原本我們的Hard D 可以跑起來像是SSD一樣的快 然後在移動性跟我們的capability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是說我的電池 目前我們希望是最少你要能夠連續使用五個小時以上 那建議是八個小時 那我們在厚薄度都會有一個規定在 那你一樣可以用NFC、3G、4G 可是最重要的是 大家以前都會認為 sensors只有在tablet上面才有 可是目前我們會把它 有的機器在ultrabook上面也會有sensor 所以大家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自己的想法去把sensor這些東西 加到ultrabook上面去 你以前可能想不到這樣的usage 可是現在有了 可以這樣子去開發 那在security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兩個 一個叫做IPT 一個叫做Anti-Thief 它可以防止各自外洩 我的機器被人家偷走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AMT 可以用來管理 你的大量管理我電腦的設備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常常大家都希望說 我的device上面的影像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 所以Intel有提供WiDi的技術在裡面 你只要有WiDi Receiver是 embedded在電視裡面 或者說我有WiDi Receiver的box 後面接HDMI就可以 把我desktop的 我的電腦裡面的影像 傳輸到那個Receiver上面去 那它是聲音跟影像都是一起傳過去的 而且latency是非常的低的 那Quising Video可以協助你去幫 快速的轉檔 一個Transcode可以透過這邊 透過硬體的效能來幫助你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VisioStudio 2012 來優化我們IA的平台 那第一個可以看到是 VisioStudio它有加入兩個 一個是MetroMode desktop style的開發 有加入HTML5跟JavaScript 在Intellisense的功能加入 因為以前只有針對Cshop那些部分 有Intellisense的這個功能 那現在在WinJS上面也有這樣子的功能在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VisioStudio裡面的一些 Flag的設定 我們可以針對Atom 或者是Code的處理器 來使用我們Intell的SSE 或AVX的instruction 來做優化的動作 OK OK 那軟體開發可以 各位Developer他們可以使用到Intell支援 其實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 ParaStudio跟Clustered Studio的兩個優化的程式 那這兩個程式其實它可以 第一個是協助你 你可能用Intell的Compile去Compile之後 在IA的平台上面跑起來 就已經可以相對於 你可能用VisioStudio Compile之後的效能會相對於較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可以針對我的Application去做分析 我可以去分析說 我如果在平行運算的時候 我到底會不會有Rest Condition 會不會有Delloc的情況發生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的正確性的部分 我到底會不會有Memory leak的狀況發生 那我的Application如果我要去優化 我勢必得要找到說 我哪一塊的程式是使用我CPU時間最多的 我找到我所謂的Hotspot之後 我可以去針對這塊地方去做優化的處理 那Intel一樣有提供我們所謂的Media SDK 可以讓你運用我們的硬體的效能來增加你 可能Incode或Decode的技術 那我們有提供這樣子的SDK 我們勢必要讓User知道說 我到底有沒有使用到你真正硬體的效能 所以我們有提供一個叫做GPA的Graphics Performance Analyzer 那這個東西是 你在裝上去之後 我可以去看看我Application跑起來之後 我GPU的Userize到底是用了多少 那我是不是有真的用到你CPU的Incode Decode或Transcode的動作 它是在這邊可以顯示出來讓大家了解的 那目前現在這些優化的Application跟一些分析的工具 都是只有在Desktop Mode才有的 那Intel跟Microsoft還會繼續合作 那看看之後是不是有機會可以開發出Metro的Application 的一些分析的Tool或是優化的一些工具在裡面 那我想各位開發人員可能知道說 OK那我有那些Tool之後我要怎麼去使用它 所以Intel提供兩個網路平台來協助開發者去更了解 Intel的一些產品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Intel的Software Network 第二個就是IntelSoftware Partner Program 那IntelSoftware Network裡面有提供非常多的Technical Document 或者是說有一些Guidance告訴你說我要怎麼去使用這個SDK 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有支援Community 那這Community你可以針對各個領域的Expert去發問題 類似說有的Community 有的Expert他可能是針對SSE的領域 有的可能是針對AVX的領域 那如果你們公司剛好是想要針對這兩個 用這兩個instruction set去做optimize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Expert之後 你針對他去發問這個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如果要去下載 像剛剛我提到的那些開發工具 我一樣可以在ISN裡面去找到這樣子的開發工具 那裡面他會告訴你說 這一個Tool的工具到底是拿來使用在什麼地方 是怎麼樣去使用它都會有一些Document可以看 那一樣會有告訴你說是不是有適用版本你可以去使用 那針對ISPP的部分的話是在這個網頁上面 它會提供一些Intel對於未來市場的一些看法 還有就是說各個軟體商可能可以有方法可以跟Intel一起 Cowork去Promo它的產品 那Promo它的產品的話要去推廣它的產品 勢必會有一些固定的流程要去走 那在這上面都會提供一些Document 讓各個ISV知道說我如果要跟Intel一起Cowork的話 到底該怎麼樣去去運作 那就要到這個網站上面去去尋找相關的resource 那在目前呢大家可以在Computex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Intel其實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form factor出來 不同的廠商也都有提供不同的form factor 那像是UltraBook、AIO還有Convertible的Device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消費者導向 最後還是要看消費者願不願意使用這樣子的Device 所以OEM會去先做出這樣的Prototype 來看看大家的評價是如何 那目前整個大環境都已經跟著Intel一起在Promo這樣子的一個東西了 那兼容器的部分就是Intel架構可以支援超過400萬種的你的Desktop Application 你的一些原本就已經在使用的Plugin 那還有你的外接設備都是可以繼續兼容去使用的 那軟體廠商也可以針對Windows Intel的平台去做優化的處理 可以讓你的Application在IA平台上有更好的效能 更低的Power consumption 那再來就是你也可以用你現在已經很熟悉的Visio Studio 2012 來開發你的應用程式 並且使用一些Flag的設定來優化你的應用程式在IA上面 那在最後的地方會有幾個希望大家可以去 在結束之後可以去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加入Intel Software Network 這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訊息可以提供各位Developer去做閱讀 或是更了解我們Intel所提供的產品可以協助你們公司的應用程式 那再來的話就是去下載並了解Windows 8 所以去Developer的Windows Developer的網站上面去看一些Sample Code 還有就是他們會有一些教導你說 我要怎樣去開發Windows Metro的Application才是最好的 OK 最後的話就是去下載Visio Studio 2012的開發軟體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Intel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說與分享 謝謝大家